彰化火车站每一天旅运的人次高达3万多 是中部地区运输量第二大的火车站 也因此这空间狭隘老旧 县府是积极争取经费要将它来进行铁路高价化 而为了让民众可以轻松了解其中的计划内容 特别是在车站前播放了光雕秀 以这样子创新的方式来展现火车站未来的新风貌 车站上头一幕幕的影片 让不少旅客留下脚步来观看 而这不是在台北也不是台中 是在彰化火车站 位于彰化市的彰化火车站 每日上下车人数高达3万多人 更是中部地区运输量第二大的火车站 车站空间狭隘老旧 县政府积极争取经费下 将要来进行铁路高价化 也特别创新在车站前播放光雕秀 来展现火车站未来的新风貌 这是首次在我们彰化火车站 办理这种光雕艺术的一个活动 我们每天上车人数 上下车总共有3万人 人潮很多 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个环境太小 后车的后面太小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做一个提升 我们期待 我们希望很快的会一一来实现 我们共同来努力 铁路高价化是彰化乡亲 引颈期盼下的重大建设 终于在今年才定将铁路试轨高价化 并利用光雕秀的艺术饗宴 从蒸汽火车到现代火车高速化过 来带出时代变迁 也将未来展望呈现在上头 就是透过这样的光雕秀能够看到我们彰化的这个过去 现在跟未来 我们未来彰化 铁路高价是我们引颈期盼的这个重大建设 那未来我们彰化要大起飞 就要透过我们彰化的铁路高价 从10月14号连续30天在我们彰化市的火车站 来播放彰化艺光雕艺术的饗宴 我们回顾过去彰化火车站的历史 还有现在以及我们彰化的未来 那我们要把前站跟后站的一些商圈住宅 还有以及都更一并来作为规划 彰化艺光雕秀从10月14日起至11月12日止 为期30天的时间 每个晚上都会进行半小时放映一次 更搭配光影互动游戏以及赠送纪念品 提供民众游玩 县长威名鼓也邀请大家一同到火车站来欣赏光雕秀 看见彰化新未来 记得凌晨彰化现场报道